走进最爱现场 揭开层层米杖 他们掌握着命案的核心密码 他们东西兴凶者深藏内心的秘密 倾听无声的控诉 还原事件的真相 他们捍卫着法律的尊严 守护着人性的光芒 天望栏目见证史路 法医是一把刀走天下 我认为法医的刀 这些刀不是一把刀是两把刀 90%的应当按键 是法医的难度 不能接受 这些按键 我认为 焦点是在 不能就法医 二法医 2006年 山东省的一所中学校园里发生一件离奇命案 山东省公安厅主任法医师姚贵法 到达现场已经是法案的第三天了 尸体是在学校的女厕所里发现了 他的刀是头部 被连续卡在六岛 造成路不翻飞的固执 严重轮到三伤 这个刀也很清楚 实际上就发现 变成对空下 对空里边 它是个焊测 就是头上下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技术人员 在焊测底部 找到了一把菜刀 竟鉴定 这就是本案的循环器 有一个大块菜刀 比较大 比较斜 没有做出其他仙人的东西来 因为无人太严重 经校方确认 死者是本校的一名高中生 年仅16岁的鱼灵灵 被发现是鱼灵灵的衣着并不完整 但是警方进一步尸检发现 死者并没有被性侵 出师的焊测有十个吨位 在第五个吨位内有大量血迹 证明死者是在这个位置遇害的 最先引起姚贵法注意的 是死者头上的伤 六处刀伤都是在死者的顶骨和枕骨之间 伤口几乎都是平行的 他的位置相对固定的 如果是两人在搏斗 他的头在乱动的话 你不会看得那么平行排列 那么正气的 伤口的位置和几乎垂直的伤口角度 让姚贵法有了初步的判断 死者被害时 如果不是遭遇胁迫动弹不了 就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遇害的 结合血迹的高度 他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你看像头部的 这个血管是非常多的 血流是非常丰富的 高度一米五 那个头部是不是应该 还得要在一米五之下 姚贵法以此判断 死者遇害时 应该不是直立的状态 确实想要是死者 在被啃击的时候 他的头部 应该是在凶手的底下位 每当尸检看到死者的伤口 姚贵法都会习惯性地读出一连串隐藏着的信息 那么墨盘我把死因钉下来 把死亡性地钉下来 把这三物钉下来 那这个那就完成了 对于一名普通的法医来说 完成事件鉴定书 他的工作就应该结束 可是对于姚贵法来说 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他最擅长的就是以法医的视角重建案发现场 不仅是让凶案发生的过程重现 还要刻画出凶手的形象 作案的动机 甚至具体到凶手作案时的心理状态 脑子确实就是感觉的发生的 就是这样进来 就是那么做的 就是这样 上哪儿去了 上哪儿去了 就是那么做的 虽然姚贵法的事件结果 和当地法医没有什么出入 但是仔细观察了伤口之后的姚贵法 却感到这起案件并不那么简单 腿上的身伤出现量不大 说明是应该是似乎形成的 姚贵法发现 死者腿上虽然也有伤 可是裤子上并没有发现被刀划破的痕迹 你把他杀死以后 有腿裤在看着这个有什么意义 在反复比对测量了 每处伤口的角度之后 姚贵法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角度正好脱不倒下去以后 吹吹下来正好是落在吹发 这个就是一个连贯的连续动作 姚贵法由此断定 死者的裤子是在遇害前就已经脱下了 结合厕所吨位上偏低的血迹位置 他还原出了一个案发式的情景 这个死者正好是脱下裤子了 在下端千穷接手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经常讲的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犯罪分子在他的前方 拿起了菜刀 造造了突然的看起到了死亡的 鱼灵灵是在上厕所的时候被人杀害的 凶手似乎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就下了手 这显然不是为了性侵或者结财 难道会有人和鱼灵灵有仇吗 这孩子谁有可能给他这么大的仇恨 就一直分析 就没有找到突破口 鱼灵灵是这所学校高一年级的学生 成绩优异 性格也很随和 在校外并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 通过了解 鱼灵灵的家人也没有喝水结过仇 就怕灵灵灵一些空荒来 这个压力比较大 像这样的压力 从姚贵法工作的第一天就伴随着他 作为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姚贵法在医院学的是临床专业 上世纪70年代末 文革刚刚结束不久 各类专业人才都十分匮乏 公安系统的法医 大部分都是医学院的学生 刚到山东省公安厅报道的时候 姚贵法甚至还不太清楚 法医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种草那时候就是写啊 用一个手写啊 那其他的 我最后把那个新学院图书馆的 至少关于这个专业的手机 我大体都给他发了一半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省厅做一名法医 直接面对的都是全省会计上来的疑难悬案 基础信息都经过了反复分析 他的工作从一开始 就要给出推动案件进展的关键性要点 那么对于于玲玲玲的案子 姚贵法又能给出什么样的关键建议呢 走进罪案现场 揭开层层米杖 他们掌握着命案的核心密码 他们东西兴凶者深藏内心的秘密 倾听无声的控诉 还原事件的真相 他们捍卫着法律的尊严 守护着人性的光芒 天望栏目见证史路 通过鉴定 于玲玲玲是在晚上十点遇害的 同学们反映 案发那天晚上 于玲玲玲还在教室里上班自习 可下课后 过了旧寝时间 她却一直没有回到宿舍 于玲玲玲遇害的厕所 在学校的西南角 位置十分偏僻 基本上没有路灯 于玲玲一个人 去这么偏僻的位置上厕所 难道不害怕吗 沿着这个思路 星星们询问了于玲玲玲的同学 从他们那里 打听到了一个人 和于玲玲玲关系最要好的同学 同桌告诉星星 于玲玲玲下课之后 并没有和她回宿舍 她很可能是和那个男青年见面去 我们就根据她提供的线色 就招这个男的 招这个男的应该是对我和她见的路 可是除了于玲玲玲的同桌 学校里并没有其他人注意到 于玲玲玲下自习之后 和谁在一起 虽然班里传言 有个男青年喜欢于玲玲玲 可是并没有人见过这个人 也没有人能够描绘出 这个人的更多信心 从14岁以上的所有的男孩子 包括毕业之后的三级的同学 包括周围这几个村 以前有这种强健 打架 这种姿势 这种姿势 这种牵客的 我们都严格地过来变色 线索中断了 姚贵法万分焦急 此时她的注意力已经从死者的伤口 转移到了厕所内发现的那把菜刀的身上 这不是一把普通家庭 平常使用的菜刀 更像是肉铺砍肉用的 心经们对菜刀的来源进行了调查 发现既不是学校厨房的 也不是从附近商店买来的 没地方扔 他只有扔在县上的东西 也从这点应该暗示出 反而心爱的人 是校内的可能性比较大 从凶手把刀扔在现场这一举动来看 姚桂法判断 凶手应该无法把凶器带出学校 又没有办法藏钱 这才随手扔在了现场 而姚桂法接下来的判断 更是把同事们都给惊着 我认为 那么是一个女生 而且这个女生是一个 非常熟悉的女生 不可思议 从上的地方看来 一个是感觉很重 一个女生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且不说她是否那样的凶残 单从力量的角度来看 一个女生能否有力气 让余玲玲玲受到那么严重的伤害 面对同事们的不解 姚桂法又对死者余玲玲玲的伤情的行程 做了进一步分析 头处理位置 要被凶手的位置 原来有低下 那就头部低下位 这人都看得出来 这一高一低的情况下 它非常利益的犯在现场 这个看机 这个推测完全颠覆了 原来的设想和侦查思路 刑警们立即对余玲玲周边的女同学 展开了逐一排查 很快警方就发现 在学校里散布余玲玲玲 有男朋友的人 竟然就是余玲玲最要好的童猪 她同位都有可能 因为她说的就是 她听我是那个男的 余玲玲玲的同桌叫刘欣 她是最早发现 死者没有回宿舍的人 进一步调查 警方有了新的收获 你见到她那个窗破 发现了血液 据刘欣公认 那天晚上办自习之后 她以附近的厕所人多为借口 让余玲玲和她一起到偏僻的汉侧上厕所 趁其不备 用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将其杀害 刘欣最终所供认的犯罪的过程 其中的细节与姚贵法当初所推测的完全一致 这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 她杀害同桌好友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余玲玲比她生活条件优越 学习成绩好 于是才心生妒忌 这个女孩这么年轻 这么小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来杀人 确实是 给我们一种震惊 一男的案件破了 搞了一辈子工作了 总是有这种成就感 但是这些案件确实 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对死者是很不幸的 我觉得对活着的这个也是一个东西 和普通的外科医生一样 法医也经常要用到手术刀 姚贵法说的他有两把手术刀 一把是在他的手上 另一把则装在他的心里 而这又是一把什么样的刀呢 2009年春节 姚贵法遇到了他法医生涯中 最艰难的一个案件 请他参与案件侦破的 是山东省围方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副队长 斗书强 这个案件定义做的 已经一千出发 遇害的是老两口 男死者在院子里 横躺在窝门口 女死者躺在卧室的床上 两个人的致命上 都是接住在头部 但是手外脚外都被割了 从现场的血迹判断 两个人被害之后 并没有被挪动位置 女死者衣着单薄 男死者身在户外 却穿着单衣单裤 只披了一件后外套 老两口的家是一处平房 看查发现所有的门窗完好 只有院子的大门是从外面上的锁 据村民们说 男死者名叫许峰 是村子里的自来水公物 出事前半个月 村里观察 维修水果 每天只有中午和晚上定时供水 这个工作就是由许峰负责的 可就在出事两天前 村子里的定时供水突然中断 没有水池的村民 去许峰家里找他开闸放水 这才发现许峰和妻子都被害了 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 到底因为秃材啊 还是说因为仇杀 来到现场的姚贵法决定 根据死者的伤势 先来分析作案的工具 窗口 边缘是相对的蒸汽的 那这一般来讲 这个相对蒸汽一般是 是铁纸类 铁纸网报 四五十公分左右那么长度 姚贵法走进了死者许峰家的小院 边走边在头脑中 对凶手的作案过程进行着重建 姚贵法根据许峰死后所在的位置判断 死者是正从院内准备回屋的时候 脑后部受洗 一种可能是遇到了早就藏在门外的凶手 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正流的凶手要进屋 男死者头上斩触伤了 他面部面部是一触吧 就是说是这两个人可能是一个不得过程 随后姚贵法进入了卧室 来到女死者的床前 女死者主要是在面部 应该是处在一个羊窝的位置下 姚贵法判断 凶手是在两名死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作案的 行凶之后 凶手又拿出了另外一件工具 割断了老两口的手筋和脚筋 分析之词 姚贵法脑海中的画面中断 凶手这个割断手脚筋的奇怪举动 让他一时琢磨不透 在姚贵法的分析中 作案过程虽然清晰 但无法以此对凶手和死者的关系 做出明确判断 凶手到底是为财还是为啥 始终是个疑点 姚贵法先从致命上的轻重入手分析 他发现凶手两次行凶都有一个特点 头部的伤是多大击 碎固着不是那么很严重的 死者头部的上市 会受到凶手力量和凶器质量两方面的影响 那么割断手筋脚筋这个举动 又能暴露出凶手怎样的心理呢 凶手是一个盲目而没有判断力的孩子吗 还是与死者有着深仇大恨 要杀人泄愤的钟老年呢 走进最暗现场 揭开层层米杖 他们掌握着命案的核心密码 他们东西行凶者深藏内心的秘密 倾听无声的控诉 还原事件的真相 他们捍卫着法律的尊严 守护着人性的光芒 天文栏目见证史路 姚贵法认为 做法医最难的就是 案发现场永远都不会重复 在他看来这也是法医工作最大的魅力 可能就是职业兵的原因吧 喜欢这种挑战 越难的案件 我的心愿点越高 对吧 对对对 他在那边没床人 就在案件陷入僵取的时候 一个细微的物证出现了 这是一个DNA样板 是人所分泌的汗液 面积只有半个米粒大小 当时的物证是从搜紙的床杆上停取的 通过比对 这个物证直接指向了村里的 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 办案民警找到了这个叫刘亮的人 他的年龄正好和姚贵法 所刻画的嫌疑人相符 反复行为就是不承认 说通了民警 所以我们这个肯定是犯罪分子了 你把你最近的活动情况说说 调查他知 刘亮是村里的保洁员 年过六十的他还是个单身汉 居住在一间条件简陋的小屋里 可是警方并没有在他家找到蛛丝马迹 就在这时 刘亮又突然改口 承认自己之前撒了谎 刘亮说自己当时是坐在床侧 和许峰夫妇闲聊 于是办案民警把刘亮带到了现场 让他提供出自己当时的活动范围 以及坐在床上的位置 我们就跟着他的交代 就把整个他去过的地方 床带上检测了一百多处生物检材 因为说他做的结果 或者说的完全相符 他在哪做的就基本能对应起来 就进一步可以排除 结果证据表明 刘亮第二次说的都是真话 追查了很久的线索 再次落空了 这对于每一名办案民警来说 都是一种煎熬 如今只能根据姚桂法 对嫌疑人的刻画 大范围排查 案发地是围方市郊的农村 附近有五六个大村相连 因距离镇中心不远 人口密集 排查的进展阻碍重重 作为全国知名的刑侦专家 姚桂法经常受邀到各地讲学 他多年来侦破了三千多起案件 成为他讲课随时调取的资源库 姚桂法专门把围方的这起案子 作为自己讲课的案例 即使这在他办案的经历中 并不算是完美的案例 姚桂法之所以拿出这个案件来讲 他不仅仅是要终结自己的经验 不过认为里面 他自己认为自己有做不到的地方 事隔两年后 姚桂法再一次与同行交流时 听到了一个案子的细节 案件中凶手出于迷信 以为死者的瞳孔会留下自己作案时的影像 于是做出了特殊的举动 这起案子提醒了姚桂法 凶手割断了死者夫妇的手筋脚筋 难道也是出于某种迷信的原因吗 他立刻把这个新想法告诉了斗书强 而这个想法让几名参与破案的刑警 都想到了和死者许芳夫妇同村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当年是被排除的 这个人当时是76吧 应该不会当时是跨到了50岁到60岁 那就留不得了 一个已经76岁的老人会去杀人吗 斗书强他们之所以想到这个人 是因为最近这个人出了事 室友是家庭纠纷 但是并没有威胁到人命 可是姚桂法打来电话之后 这个人的职业引起了斗书强的注意 主要是村里的红白喜事 主要是特别是白事 就是死人那整个仪式 都是由他来主持 这个76岁的男人名叫王毅 报案的是他的亲弟弟王毁 据王毁说 哥哥前几天向他借两万块钱急用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案发当时哥哥来家取钱 自己把钱给他之后还送他出门 没想到就在给哥哥打开院门的时候 哥哥却突然拿出了一根棍子 把自己打伤了 说他弟弟说我钱借给我 应该我的钱了 但是他弟弟抢钱 把钱抢回去 所以没办法 他是他的弟弟 他是自卫 但通过现场看上来看 整个的过程应该证明 他哥哥是说的假话 这根棍子就是当时 王毅打伤弟弟的胸器 是一根45厘米长 三厘米粗的钢筋 接到姚贵法电话之后 斗书强他们重新审视了王毅 体格非常好 而且当时和姚准的刻画应该是非常相复的 年龄了 包括体态了 包括整个的刻画是非常相复的 办案民警将这两棋案子并案调查 民警从王毅家中搜出了一个皮包 里面有布条 手套 鞋套 还有一把刀 都和许峰夫妇被杀案的手法 作案工具一一吻合 就后来我们这个人看 他就是每次都杀到这么个世纪 是个人家上前面去开卖的时候 他从后面那 用天管具 他这个头把实实打 王毅的犯罪过程可以说是蓄谋已久 因为他看到许峰前几天刚刚收了水费 便动了谋财害命之心 发案这天 王毅找理由来到了许峰家 杀恨夫妇 先把男社会人打死了 然后到室内把女社会人打死了 然后又翻了 有些地方翻了一些东西就走了 但我关心的是 他到底是把你杀死 双举双手赶下来 现在干什么 王毅最终供述了自己 看断老两口手筋脚筋的动机 我要给他们家办白事 害怕那个炸尸 都说横死的人会炸尸 我把他们这个割了手脚 就不用担心了 虽然王毅将犯罪过程计划的滴水不漏 就算过了多年 还是让姚桂法找到了指向他身份的证据 天王毅毅 说而不漏 你只要干肯定是 不要踩在任何的侥幸心里 掏得了一时 掏不了一世 2016年是姚桂法临近退休的一年 法医是一把刀做天下 我认为法医的刀只能是刀 不是一把刀 是两把刀 一把刀是手中的刀 一把刀是心中的刀 手中的刀用来还原真相 心中的刀摒持着一名法医所必须具备的公正与良知 一旦走进最岸现场 这两把刀裁剪出的就是一名现代法医的品味品质和品格 它早已内化成了姚桂法的呼吸和心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小日出 南1971年11月1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滨阳县新桥镇 大林村委会 柯巧村139号 身份证号码452123 1971-1101-1018 该犯罪嫌疑人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